金三角曾是犯罪者的天堂 无数影视作评都描述过这里的混乱 但近几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加快推进 我国与森筹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森筹之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得到积极发展 这片神秘的土地一改曾经的蛮荒与贫瘠 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节目 主 vari Códi 点几次 天炎 主打 道 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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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勇士闪亮登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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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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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猪马里赛亚颂 和前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昂山老李等领导 也是为选来到现场历临 说明我们这次的比赛 对当地是非常的重视 第一回合给我的感觉 就是昆才自己还是穿这种腿机 而相对来说 血深阵的快拳快速进攻的点数 相对也不错 我们看昆才试图进行内围的缠暴 因为在泰拳手进入近距离以后 他们更希望进行内围的clinch 也就是暴缠以后的顶系 而在我们WF的规则里面 进身以后准备 连续的进攻 薛琳珍连续的拳法 我们看面对泰拳手 我们一定不能给他一个习惯的节奏 我们要打破他的节奏 薛琳珍目前的这个状态还是做得不错 因为作为泰拳手 如果你给他慢慢打慢放的这样的机会 对方打得很舒服的情况下 泰拳的这个发力是非常充分的 而现在我们看薛琳珍直接切到了这个中进距离 直接用拳法连续的进攻对方 把对方的整个节奏打乱 两个后手 对方进行内围的孤警 控一下节奏 泰拳手面对这个高密度拳法的时候 他的眼手 其实是更想要面对这种低密度 但是高力量的重拳而出现 当面对这种高频率快速拳击的时候 我们需要借鉴拳击手的这种 比如摇臂摇闪身体的移动 加上阻挡 才可以尽大可能的增加自己的防御效率 如果仅是用手去格挡或者拍击 我们都知道人的反射神经是差不多的 除非你的反射神经 对方的后手 薛琳珍前手跟对方后手换 没打到后手 现在还在进攻 后手塞到 薛琳珍这场比赛就是打算用拳 这个很危险 头不要低 对方的顶席很有冲击力 在距离的把控上 薛琳珍在至少在前半阶段 第二回合的前半阶段 包括第一回合都做得很好 挑一个超人拳 往进去往里进 没错 进入对方的中进距离 然后用自己的快拳打击对方 飞影节奏 薛琳珍前半没打到 对方一个后直塞到了 在身高方面的双方是差不多的 从这个镜头上来看 昆塞还要略微高那么一点点 连续的快选 我们看 在对方想严守的情况下 好 现在进入了最终局 那这个局的 我们看昆塞上来把整个的打击密度 加上来了 双方开始对拼拳 战装的对攻 薛琳珍后摆拳 昆塞的扫踢很重 击到了内部 在比赛中是不允许进行带摔的 扫踢 左右腿的连接 我们看 后手拳打空了 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昆塞来说 第三回合应该是他一个发力的级 而且从第二回合的末段 感觉昆塞在慢慢找到了 学生阵的节奏 学生阵本场比赛的这种打法 观赏性可见不错 我们都很喜欢这种拼打型的选手 比赛也是受到了当地的 大量的重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的热情度 对方直接骗了一个后手 泰拳手在拳法的速度上 并不是非常健常 但是他们的贯穿力量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进骨扫 然后杠住 这种小的技巧 把对方控在自己的中距离以外 因为他发现薛琳珍只有拳的情况下 他希望跟薛琳珍 要不打超近 要不打中远 哦 漂亮 刚才薛琳珍的左拳 非常清晰的一个中击 昆塞一直在不停挑衅薛琳珍 但我建议还是双方认真地打这场比赛 从无泰拳的规则来看 昆塞目前觉得自己有点优势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绝大多数的进攻是用的腿法 但是薛琳珍在腿法中运用的是相对比较少的 全部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28比29 二号裁判 28比29 三号裁判 27比30 比赛结果 蓝方胜 有请老欧人民民主共和国波桥省省长 谈判 佩亚翁博士 云顶星战创始人 WF世界博军理事会 全球副主席 王永航先生 为他们颁奖 鲜花好美 但是我知道你想要拿到的是奖杯 这场比赛失败了 知道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吗 知道 自己可能自己这段时间训练不是很好 想打的就可能打不出来 这个拳感觉 感觉非常真 想连贯起来 连不上来 回去好好训练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继续下次再次走进金丹角 一定要站在这上 他是一段传奇 他进修绍林 永春 可太极 他在擂台上诠释着中国功夫的含义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武僧 传播武术文化是他的责任 不断的挑战和被挑战 则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2017年4月起 八位全球最顶尖的挑战者来到中国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庶目的头衔 将通过残酷的八人战 决注一位胜者与伊龙殊死一战 谁会赢得最终的挑战权 伊龙又会如何面对这场 矿骨塑金的挑战 4月1日8号演播厅 伊龙王者挑战赛 史诗开篇 观众们大家好 这里是老挝金三角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云顶星战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决战金三角 亲爱的朋友们 金三角的名气 说实话实在是太大了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 这里有一个 有着三十万人口的文明古国 叫做蓝仓古国 又名黄金城 这里也聚集了 一百多座小城佛教的寺庙 是东盟经济最发达的古国 也是老挝 拉布拉邦 万象城的发源地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 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好 继续下面的比赛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一场62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您请出的是 蓝方选手 今年21岁 身高1米72 目前的战绩是 26圣16负 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泰国的雷格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希望他今天擂台上的首秀 就能够像他的绰号一样 叫做完美杀手 能够完美首秀 这位选手今年23岁身高1米71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目前的战绩12胜5负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 完美杀手 员 场上裁判李锐 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峰环球全方正霸赛走进金三角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男子62公斤级的比赛 是由来自中国的完美杀手元亚 面对泰国的选手 克雷来 带着白色手套 粉色护怀的就是元亚 那么对手呢 就是克雷来 带着S1这个字样的 就是泰拳选手 那么本次呢 我们也是在金三角啊 早在一千多年前呢 这位一座三十万人的蓝仓古国啊 有名黄金城 是东盟最发达最文明的古国 也是老挝 狼布拉帮和万象城的发源地 观众朋友们也都知道了 那么本次的元亚呢 曾经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散打运动员 10年江苏省的这个56公斤级的亚军 2014年湖南第二届散打王争霸赛 65公斤级的冠军 是一位散打系的选手 来自郑州顺远 而他的对手呢 是雷克莱 那么是来自S1的选手 而且是一个很擅长的三回合 自由搏击规则制的这种泰拳手 我们看 自己的点息打击很清楚 而且身材很有优势 我们看个高 而且这个手脚都很长 元亚呢 来自郑州顺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来自顺远的选手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表现 前后接扫踢 对方的手拿得很高 扫踢打回来 元亚现在想跟对方打远距离 实际上对自己来说 不是非常的容易 因为自己的身高呢 是1米71 对方虽然在数据上是1米72 不过明显可以看到 对方的这个手臂和腿都非常的长 一个挑剔 这个在我们的资料上 那个雷克莱呢 是比较擅长打 持有搏击的规则 但我们看起来发挥呢 还是以这种态势的进攻 比如说扫踢啊 点息啊 这种方式来进行 一个不孤颈的点息 在我们的比赛里 双手孤颈是不被允许的 前摆 感觉元亚是找到了一个节奏 后手扫踢 最后这几秒钟的进攻 很有效果 好 第二回合 顶西 我们看对方选择了 近距离的进攻 但是有联系的嫌疑 因为孤颈 单手孤颈后呢 我们允许瞬间的拍戏 扫踢 哦 元亚的后手接前走 开始移动起来了 在进入超近距离的时候 作为泰拳手 哦 这个跳戏很漂亮 雷克莱作为S1的这个选手 S1也是目前这个泰拳改革 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 他在比赛中呢 把原来冗长的五回合赛 尽量变成了三回合 并且还有一些不开肘 然后把节奏加快规则的 这样的一些泰拳的方式 这也是目前泰国的这个 商业泰拳的主要这个改革的趋势 就是将比赛的节奏变快 将这个回合数变少 这样能增加选手的积极性 那场上裁判 李瑞老师警告了 不允许这个双手的孤颈 两个正当 跳膝 好 原压鞠一下 我们看两个人的这个臂展 在这刚才的那个瞬间 就可以看出来 上后摆 我们看在对方选择了 这种外线型的那位可因池 就是把手伸直 顶在对方的面前 这样对方的拳法 就不太容易击中自己 有一次被警告了 但是作为泰拳手 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奈之觉 他很习惯了这样的方式 即使是像作为S1这种 励志改革的这种泰拳组织 他也不会将泰拳的内围 clinch限制到自由搏击的 这个样子 毕竟双手孤颈是泰拳的 一个很重要的精髓 原压一个正当 还有一个快拳的连击 那在这一回合 感觉原压的 慢慢打的 自己更加适应了 因为对方的身高比较高 那如果原压想要打进去 一定要把自己的移动做得更好 否则对方的远距离的进攻 狙击起来呢 对原压的打进去是不利的 你看原压的这个连击很漂亮 脚科舒适的进攻 把对方顶在绳圈里 一个左摆拳 后摆 对方进行了右摆拳和顶吸 雷克莱现在在 还是选择了这个近距离的点吸 那么这样的话 对自己的点数 不会有特别多的提高 作为腿积型的泰拳手 加上自己的这个身材个头和体重 直线型的进攻 可能会更容易把原压 狙击在自己的尺层之外 哦 漂亮 前手和一个顶吸 原压接腿 后摆没打到 前摆没打到 哦 这个在裁判制止的时候 是不可以追拳的 嗯 原压的扫踢 雷克莱现在靠在绳圈上 哦 这个是推倒 没关系 正当 扫踢 两个人换腿 现在泰拳手有很多是这样 他们靠在绳圈上 利用绳圈的弹性呢 等于把自己的移动空间 比这个擂台的硬件空间要大了 前后摆 十秒钟 后摆拳 扫踢 哦 原压这个有点 盘肘的意思 有点 转身后摆 摆拳 在铃声响起的瞬间原压 是发起了这个动作 嗯 这场比赛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方上 三号裁判 大纳人民政府副州长余永和 武林峰创始人 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 为他们颁奖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祝贺你 原压 谢谢你 之前顺远搏击好多人都介绍你 说原压很厉害 这是你第一次跟随武林峰到国外打比赛 对对 心情怎么样 心情就是比较激动 因为第一次跟随武林峰出国比赛 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也非常期待我这场比赛 代表武林峰出国征战 必须拿一个奖杯来证明一下自己 你们的儿子很棒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老挝金三角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云顶星战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决战金三角 实话来到金三角 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是老挝的热土 我们可能往前再迈一步就到了泰国 侧目一看 缅甸就在不远处 来这几天感觉特别好 非常的爽 气候宜人 常年的平均气温差不多也就是27度 让人流连忘返 大家欢迎我们常来吗 谢谢谢谢 你们太热情了 你们这样热情我们一定会常来的 我们不走了好不好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设立一个分战好吧 好那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场56公斤级的比赛 这场比赛我现在就可以做一个预告 会非常的好看 一场女子56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您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今年21岁身高1米62 目前的战绩50胜19负 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 陪他平 20岁身高1米 spread 为什么要 scary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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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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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塔比的这个反应 三号财势者 李宗盛 三号财势者 李宗盛 如果发挥的好的话会KO对手 那不能这样说就是觉得会打得比今天顺一点 今天还是有点累的 他是一段传奇 他剑绣绍林 永春 和太极 他在擂台上诠释着中国功夫的含义 作为中国最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会如何面对这场 又会如何面对这场矿谷塑机的挑战 4月1日 8号演播厅 一龙王者挑战赢 史诗开篇 思询测线 雾林峰决战金三角 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老挝金三角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云顶星战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决战金三角 说到金三角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而如今它的神秘之处在哪里呢 其实是老挝政府与金木棉集团用替代经济联合打造的全新的金三角 这样的一种神秘我们值得所有人都来到现场亲自的来看一看 好了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场62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您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今年17岁 身高1米70 目前的战绩是45胜四负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泰国的药卫 uhh 哦 I favorites 也 Tools 压ates 值与 滚 那 呢 基 这里就拿到了他一个四人赛的冠军 不知道那颗胜利的种子 今天能不能够给大家带来好运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红方选手 今年22岁 身高1米73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目前的战绩是四胜两负 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中国的自行火爆 陈文道 陈文道 大栖性选手 希望缺少点是单粮 出生如此好 岂不能阻挡 渐并渐随我 难曾被�意气闯伞 我们的未来 不怕失败 有放置前方痛快 长长裁判 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62公斤级的比赛 由穿着粉色短裤白色拳套的中国选手来自郑州顺眼的自行火炮陈文德 面对对手耀威猜来自泰国选手 耀威猜很多观众已经对他们很熟悉了 四十五胜四敷的战绩 陈文德本人是10年伴在王某老师的门下学习散打 并且也是梅花拳的传人 这个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个流派 我们也期待陈文德能带来不一样的表现 也曾经拿过ACC格斗冠军老挝四人赛的冠军 和纯泰规则65公斤级的冠军 连续的拳法 拳后手的摆拳 耀威猜明显不太适应陈文德的这个表现 耀威猜本人呢是17岁1米70的选手 是这种纯泰式的风格 陈文德本人是身兼了这个散打 中国传统武术和这个泰式的进攻 多种流派的一位选手 所以他可能对这个规则的解读和适应性更强 我们看连续的摆拳 耀威猜现在被陈文德连续的拳法进攻 顶锡 中了这么多拳也没倒 再扫 一个磨脸 接腿摔 是可以的 以此发力的接腿摔 是可以的 但是带摔是不被允许的 陈文德连续的刚才 扎住以后的这种拳法进攻呢 很有杀伤 我们看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明显太阶选手对这种快速的拳法进攻 不太适应 整刀 耀威猜感觉上 对陈文德的这种进攻 非常的不适应 整个的面部 面对陈文德的拳法进攻 换少有上肢的移动 接腿后 只允许记打一次 现在随着泰拳运动的发展 那这个泰国的选手 其实大多数也会进行这种拳击方面的学习 以来弥补他们在这个拳法和上身身法上的不足 感觉 好 现在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上来以后 耀威猜是自己选择了快速的进攻 肯定德的连续拳法跟对方对拼 接腿后白前白 正能 耀威猜明显不太适应这种风格的打法 在自己一直习惯打的这种 你扫我一腿我扫你一腿 或者进行内围的拍膝的情况下 突然出现了一个指出连续拳法 并且把步法加进去的选手 对耀威猜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扫屁 又扫一次 正当 后白 顶膝 最近的几次 耀威猜的进攻效率很好 裁判一说 你要听我的口令 有一次连续的拳法 陈伦德现在是选择了防守 陈伦德连续的拳法 后踢拉出来 把拳法打空了 裁判警告不允许双手进行搂抱 后手 哇 这个很重 陈伦德还了一个左手后手 两个人对拼拳法 在体能方面 感觉陈伦德的体能掉了一些 最近出主动进攻的 这个频次变低了 而且一直陈伦德是用这个上支 哦 连续的拳法顶膝 呃 陈伦德一直是用上支去防止对方的这个扫踢呢 也对自己的体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连续扫踢 哦 抱住拳 套着一个 两个人进行了带摔的尝试 好 陈伦德连续四拳 对方还是扫踢 一如既往的扫踢 陈伦德扫踢击中 那么第二回合 一再进入下一回合 双方进入了这个回合以后 泰拳手的回合以后 我们看要为猜的这个更主动一些 陈伦德前后手 陈伦德在第二回合中断以后的气势开始弱起来 我们希望他在这一回合找回自己的这个方式 好 前后手 对方有点背身 转身反背拳 哇 我们看瞬间的进攻 右手拳 左手拳 对方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晕了 那个反背拳只不过是落在 压死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刀子 陈伦德用自己的连击 非常漂亮将比赛拿下 右手 左手 转身的反背拳 那个反背拳呢 其实击中的并不是非常有力 但是这两拳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只是效果在后面才显现出来 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一分零十秒 红方KO对手获胜 比赛结果红方胜 我们有请新加坡东方国际医院院长暴风 有请武林峰创始人 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武力新先生 为他们颁奖 为什么会感觉那么累 因为睡前将比赛可能 胃有点不大舒服 然后上去 第一局以为能KO他的 到第二局胃就 他那我体力有点下降 还好KO了 不KO的话 第三局都很难赢下来 稍后登场的是 薛手冰金区张德正 对马蒂哈尔斯 武林峰决战金三角 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老挝金三角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云顶星战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决战金三角 那么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们所在的金三角 那是老挝政府特许 拥有99年高度自治的经济特区 投资者享有很多 特许行业的特殊政策 那这里呢 将致力于打造一座 尊重人类本性 自由开放的经济特区 使中国一带一路 投资最近项目最多 回报最快的风水宝地 接下来为您呈现一场 70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您请出的蓝方选手 今年27岁 身高1米75 目前的战绩是23胜 10负 5次KO对手 掌声欢迎来自法国的 M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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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武林峰的老朋友了 而且很多观众对他 都一直在询问张德正 最近在干什么 其实张德正一直在 调整自己的状态 并且在调整到一定状态 他现在觉得不错了 又来到了我们的擂台前 我们来看 上来以后张德正打法 明显不同于以往 打得更凶悍 张德正是武林峰的中国勇士 中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 是08、09、10年三届 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 所以我们有很多观众 对他戏称为泰拳队长 马尔蒂尼来自法国的选手 23胜10负1平5次KO对手的战绩 1米75的身高 跟张德正的身高是类似的 张德正一直是以泰拳的方式 在打最后国际的比赛 对武林峰的比赛规则 当然是非常的熟悉 张德正的下盘进攻方式 非常的出色 而这一次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 张德正几乎没有怎么出腿 全是用自己的拳法在进攻 看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拳法的准备 第一次啊 对方的力量很大 我们武林峰是创始至于2004年 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比赛 也穿过了400场 那么本次的金三角 也是武林峰践行中国一带一路思想的具体体现了 我们看到张德正上来了以后的表现 跟以往完全不同 以往的张德正是以腿肌为主要进攻方式的 而这次的张德正是以自己的拳法进行了大量的大密度的压制 我们看前后手 前摆 打到了 后摆 又一次 在这场比赛中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张德正 拳法非常的犀利 而且自己主动求战 以前的张德正是求稳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跳膝 后手的摆拳 我第一回合的张德正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完全不一样 你看了洗髓精 前的这个打法全部都变变化 对方是 面部进行了一些处理 张德正找机会 往一进 后手拳 前后手的摆拳 我们不能说张德正的这个拳法的路线很精细 但是这个气势一下压制住了来自法国的马第二次 前后手的连续摆拳 空在内围 顶锡 漂亮 马第二次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因为张德正的视频呢 肯定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如果是停留在以前的张德正的方式的话 马第二次看来是吃了大苦头了 对方扫砍 张德正受到这个吸法扫踢的打击还是有效果的 有一次 有一次 我们看张德正的右腿的外侧已经被踢红肿了 对方继续扫砍了 对方继续扫 第一扫砍来攻击张德正的支撑腿 后腿已经被踢红肿了 张德正继续往前进攻后摆拳 由于腿的问题 张德正现在的步法变得不灵动了 连续打拳 好看没看到 张德正能不能坚持下 还有十秒钟 这一回合应该没问题 张德正能不能坚持下 成功对换 马第二次还是非常有想法和看法的一位选手 在体能下降的情况的同时 自己还要顾及自己的右腿 还要跟对方示意进攻 我们看 在这一回合中 马第二次的左腿的扫砍 对张德正的右腿 也就是张德正的后腿的有可能 明显的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 前后手的摆拳 对方继续砍 还是用这个左腿的颈骨 去砍张德正的这个右腿 这是场地失滑 张德正的后手拳 张德正的后手拳 刚才连续两次命中 前手拳击中 两个人阵地转换的很快 对方跳席 张德正的前手摆个拳打庄 两个人拼得非常有火腰味 小队来说张德正更希望打中近距离 而对方更希望在远距离控制张德正 张德正的确回来了 用自己非常难认 非常有血性的一种打法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这种观感 挑戏 这场比赛无疑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双方都进行了这个伤势的处理 那么这场比赛无疑是非常艰苦的 也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搏击中的美感 我们看到了两位选手为了荣誉 为了自己为了场下的观众给大家带来一场拼尽全力的比赛 这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点 张德正被震灯了 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两个人还是在这种白热化的对拼 对方继续扫张德正的后腿 希望可以在铃声响起之前把张德正砍倒 还有十秒钟 我相信对于张德正来说不会被砍倒了 连续的全法进攻 张德正 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结果 这场比赛无论输也我们相信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有请上海上路集团 郭总裁吴金木 有请云顶星战创始人 WF世界搏击理事会全球副主席 黄永航为两位选手颁奖 因为我们过春节嘛 加着过春节 然后就是训练的好像没有那么系统 太系统 加着过春节减体重 反正感觉上场身上身体有点发软很累 这一场打得比较差一点 等下一场 下一场越来越好 他是一段传奇 他今宿绕林 永春和太极 他在擂台上诠释着中国功夫的含义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武僧 传播武术文化是他的责任 不断的挑战和被挑战 则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2017年4月起 八位全球最顶尖的挑战者来到中国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序幕的头衔 将通过残酷的八人战 角逐一位胜者 与伊龙输死一战 谁会赢得最终的挑战权 伊龙又会如何面对这场旷顾硕金的挑战 4月1日8号演播厅 伊龙王者挑战赛 史诗开篇 资局这些 0371-6011-11111 养许出入 多数对决 武林峰环球全王正化赛 携手云顶星战 见证一带一路背景下 崛起的金桑角折局 感受终老两国人民 山水相连的身后情谊 雪战倒影 云者流明 河南卫视3月11日18日 武林峰决战金三桥震撼播出